把番茄炒一炒 炒到什么样子呢 炒到它的那个茄红素都出来 感觉有一点像是那个微烂 表皮要跟肉 融化 皮要掉了那种感觉 你这边可以加水了 可以加水了 可以加水 这个爸不烫 不这么烫 你要整锅大家端过来也可以 你要整锅端过去吗 不用不用 我拿过来加 好 谢谢 我们要加多少 大概半锅左右 半锅 好 好 这时候应该把火胎开起来 好 好 番茄炒到什么状况了 看一下番茄是吗 已经炒得很烂了 可以了 加水 赶紧加水进去 加点水 加多少水呢 一杯 不到半锅 大概 小半锅 小半锅吧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好 加好水 我们让那个火滚起来 火要开大了 我们把火 就是把汤滚起来 好香啊 味道 必须得香 你把火开大了吗 盖上盖 好 可以把盖子盖上 稍微等一会儿 那我们到了这个步骤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作为旁观者 你看着赵姐在做 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有没有什么问题 觉得好期待 期待美食出锅 期待美食出锅 不要急 我可以插一句吗 我妈妈是史蒂伦的粉丝 赵姐是您的粉丝 是吗 好 谢谢 要注意一下锅子 不要太兴奋 还是要看一下锅 好 看锅里面的 看没看 锅里的水滚了吗 已经开了 我们把大葱先放进去了 我这边也要放大葱了吧 对 你这边就把它放进去了 好 葱白 把葱放进去 搅拌一下 闻着好香啊 你又闻不到我的 特别有食欲是吧 现在不会有食欲不振的问题了 我们还没下主要的人物呢 对 好了吗 再滚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 辣辣辣辣辣 盐 史蒂伦老师要关火吗 不用关火 不用关火 我们来一些盐 稍微给汤里面一点调味 不过你的要注意 因为你的是已经加过酸水 还有这些泡椒 所以它的咸度跟酸度 已经是有的 要注意 对 要注意 那我就加一点尝一下 因为你的跟我的不太一样 对 对 加 刚才史蒂伦老师应该加了半勺 调味嘛 就是最基本的调味 可以拿一个小勺尝一尝 看看味道如何 对 看看有没有味 好好 我这个酸辣酸辣 是吧 尝一下 对 看味道怎么样 其实做饭就是这个过程最有趣 你边尝 然后边加减 必须得边尝 调出最适合自己的味道 所以每个人做出来都会不大一样 虽然是同一道菜 味道好鲜呀 接下来我们可以加这个粉丝 这个粉丝我们也提前泡过了 我们泡开了 用冷水把它泡开 冷水哦 粉丝一定要用冷水泡 我们加点粉丝 大概要注意哦 你加的量别太多 到时候那个就泡发了 它也会胀一倍吧 它也会胀一倍的 粉丝下去了以后 大概煮五分钟左右 它就会很Q弹了 好 你煮超过七分钟 它就是另外一种风味 就烂掉了吧 不会说烂掉 它比较适合孩子吃 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 大概七分钟左右 好 但是如果十分钟以后的话 其实它就不好吃了 粉丝下去之后 我们把火关到最小 把火 火调小 对 火调到最小 只要略滚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把牛肉 稍微拌一下 主角要登场了 牛肉 要放牛肉了吗 我们就把牛肉涮进去 涮进去以后就不要动了 不用再去搅它 不一定要是去搅它的 好 一片一片的放 一片一片的 还是都可以 您说的随便放 对 随便放 最主要是让它能够搅开 要来斩平 大概就是不要让它 重叠在一起 因为这毕竟要煮嘛 对 就像蒜锅一样 他们如果是给宝宝吃 刚才我们在调牛肉的时候 他们那个胡椒粉 应该少放一点 其实一点点 其实是没所谓的 如果是我的话 为了给孩子吃 然后又是提味的话 提鲜的话 我会加橄榄 橄榄 对 小孩子吃咸橄榄是最好的 尤其把咸橄榄拿去熬成汤 如果孩子有这种 就是食欲不振 你在饭前给他喝一碗 用咸橄榄熬出来的排骨汤 或是鸡汤 保证开胃 他接下来喝完那点汤 就会吃饭了 你看好姐听得多认真 这一段听得 太儿听得最认真的一段 我们把牛肉泡下去以后 稍微搅一搅就可以了 稍微搅一搅 稍微搅一搅 对 不要大动作地去搅它 其实放进去 一分钟它就变色了 一分钟变色 大概再给它个 三十秒左右 让它能够熟 好 其实大家一般觉得 牛肉很难会炖透 就是因为锅 锅很重要 锅的这个升温的速度要快 好了 我的差不多好了 所以我开始关火了 你们的牛肉都熟了吗 看牛肉熟了没 怎么看到 我把它拎出来一个 这样就是没有熟 你看我一面 对 我的基本上已经熟了 其实拎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两面都熟了 我的基本上已经熟了 其实你只要切得好的话 它很快就熟了 应该要薄 我们都OK了 史蒂文老师 好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碗 我要下来豆芽吗 对 你可以下 不急不急 豆芽可以放在碗里面 用那个余温给它泡熟 所以你只要吃爽脆的口感 那我就把它铺在底下 也可以 是吧 一会儿就可以熟了 现在可以起锅了 好 我也加点豆芽 你看我是先把粉丝盛上去 然后我盖点豆芽上去 好 盖点豆芽 可以加点芽菜 加点芽菜 把豆芽可以放在碗上面 也可以铺在碗底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汤往里面淋 这么烦 我这能吃吗 可以 他们在问生的能吃吗 芽菜吗 不会生 芽菜吗 对 芽菜生的也可以吃啊 是吗 但是芽菜当然生的可以吃啊 但是有豆芯味 还好 但是你要知道说 你的汤现在是很烫的 所以芽菜呢 它在很瞬间的 大概三秒到五秒 它基本上就熟了 所以你希望芽菜吃的那个口感 是爽脆的 对